年轻男子一颗十年,久之不欲 三围虫组,医生发现柱形异物 约三公分左右 诉后,患者回忆事发经过 竟然源自儿时的一个习惯动作 用嘴去推,然后不小心就吸进去了 发生气管异物,一旦窒息,危及生命 专家史操为您讲解气管异物紧急施救方法 平安365,急诊24小时,即将播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 2016年1月15日一大早 医院主楼外的患者已经是人头攒动 呼吸内科的假医生接诊了一位不同寻常的病人 病人叫熊灿勇,今年21岁 陪他来医院的是父亲熊树林 两个人刚刚从几百公里外的贵州老家赶到医院 据小熊描述,他反复咳嗽的毛病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 经过简单查体,医生发现了熊灿勇,左侧胸阔明显变小 气管向左侧偏移 接下来,医生又仔细听了小熊左肺和右肺的呼吸音 有了惊人的发现 根据小熊目前的情况,假医生有了种不祥的预感 那么,引起他反复咳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CT室外,熊树林的心一直忐忑不安 此时,他除了害怕儿子检查出问题 更害怕的是手里的钱够不够医治儿子的病 熊灿勇一家住在贵州,他排行老三 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到处都破旧不堪 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难 自从小熊开始出现咳嗽的毛病后 熊树林四处借钱带他看病 因为没钱去大医院 就在村里小诊所看病,吃些药 但病情一直都不见好转 这一拖就是十年 我一给他说了 如果不能治的,就不要治了 但是我爸给我说 让我不要为这些事情操心 好好地养身体 只要有希望总有一天会把它看好的 十年间,熊树林因为担心儿子的病 再加上烦动的浓活,变得日渐消瘦 体力也远不如从前 小熊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有时候一个人在外面想到的时候 就是偷偷地流眼泪 因为我爸真的很不容易 CT室里经过断层扫描 医生发现 在小熊左下肺支气管内有一个高密度影 放射科主任李永梅判断 一定有东西堵在那里 他迅速对小熊左肺支气管进行三维重组 有了新的发现 通过三维重组之后 可以隐隐约发现 有一个柱形的 柱形的约三公分左右 中间密度低一点 边缘有一个环形的影子 考虑是支气管内的一个义务 所造成的一个慢性的病变 义务存在十年之久 患者随时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 术中第一次尝试取出异物失败 小熊能否脱离危险 平安365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现在可以肯定 小熊左肺支气管内的环形异物 不是自身长出来的 根据病史 而且可能已经存在十年之久 假医生又对小熊进行了询问 但他早已经记不起发生过什么事 根据目前的情况 如果不立即将异物取出 小熊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那么继继继续下去 我们幼肺可能会出现代赏 而逐渐出现一个肺动物高压 肺心病 那么这个病人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因为考虑到小熊家里的情况 经过商议 医生们决定先通过内科方法 用支气管镜尝试取出异物 这样对病人伤害最小 费用最低 如果不行 再让外科干预 由于熊树林没念过书 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只能在手术同意书上按上了手印 2016年1月17日上午10点 手术开始 熊树林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手术室门外 期盼儿子的手术能够成功 让他少受些痛苦 把飞机开上 首先郭主任用支气管镜 一点点进入小熊的左肺 这龙残呀 好多龙残 就在支气管镜 下到左主支气管时 眼前的情况比医生想象中还要复杂 因为管枪内反复出现炎症 管枪壁上有很多疤痕都粘连在一起 而且分生出大量肉芽组织 这个是多大的镜子 5.9 5.9啊 这5.9都有点困难了 要挤过去 小熊左主支气管管枪原本一厘米的直径 已经被阻塞了70% 只能利用高频电刀 把粘连在一起的疤痕进行分离 这样处理以后呢 我们这个阻塞的程度呢 就从70% 那么降到了 等着50几 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处理 小熊左主支气管内增生的肉芽组织 才被基本清理干净 支气管镜得以向下延伸 而那个存在于小熊左主支气管内的异物 也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我们看到了 异物的露出来的 一个弧形的部分 大概露出十分之一多 看起来它的材质像是一个数量 国主人第一次尝试 用异物钱加注异物 把它取出 但由于异物在支气管内发生了倾斜 第一次尝试没能成功 这也就意味着要利用电刀继续扩大管枪 可这样做存在很大的风险 如果我们电刀电切过渡 或者是我们方向掌握不准确 那么就可能会切穿气管 还有切穿气管旁边的大的血管 就可能会导致打出血 甚至 窒息 休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国主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谨慎 电刀一点一点对狭窄处进行切开 三十分钟后 国主人再次尝试对异物进行前加 夹稳啊 夹住啊 夹住啊 异物钱慢慢的向上移动 一步步接近小熊的口腔 五厘米 四厘米 三厘米 在场的每一位医护人员 都死死盯住显示屏 2016年1月17日12点30分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手术 这个存在于小熊左主支气管内 长达十年之久的异物 终于被成功取出 所有人都长长的梳了一口 而它竟然是一个三厘米的塑料笔帽 您是 好 现在我们已经给你取出来了 所以你现在这个在里面 埋了十年了 现在给你取出来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放心了 感谢医生 给我们宝宝取出来了 谢谢医生 感谢医生 小熊得救了 熊树林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看着躺在首富台上的儿子 他那颗悬了十年的心 终于落下了 书后看到底帽 小熊想起了上小学时 曾经发生的一件事 书后患者回忆事发经过 竟然源自儿时的一个习惯动作 专家史操为您讲解气管义务 紧急施救方法 平安365急诊24小时正在播出 那时候也很小嘛 当时的时候我记得 那笔帽我放在桌子上 用嘴去吹 原来就在小熊四年纪时 一次放学回家做作业 写着写着就把放在桌子上的笔帽拿来玩 结果一不小心就吸进了气管 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就是心里特别害怕 由于当时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加上害怕父母的责骂 他就没再提起过此事 久而久之 这件事就被遗忘了 好在经过手术将笔帽取出 也算是有惊无险 那么在生活中 我们该如何判断 气道是否吸入异物了呢 任何人只要莫名原因的 突然发生持续的剧烈的呛刻 我们都要怀疑 有没有异物的吸入 尤其是小孩 老年人 不同的异物吸入气道 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那么第一时间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第一个 如果没有对病人 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威胁 那么最好呢 还是到医院去 但是如果是病人出了剧烈的磕碎以外 甚至出现影响到他的呼吸 一方面呢 打急救电话 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紧急施救 在吸入呼吸道异物后 如果出现窒息 患者就有可能发生意外 这时就必须自行采取急救措施 挽救患者生命 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海姆立刻急救法 如果将人的肺部设想成一个气球 气管就是气球的气嘴 气嘴的异物阻塞 可以用手捏紧气球 气球受压 球内空气上移 从而将阻塞气嘴的异物冲出 这就是海事腹部冲击法的物理学原理 那么这种方法 百姓又是否掌握呢 听说过一种急救的方法吗 叫海姆立刻急救法 听说过吗 嗯 没有 他们讲过一个叫什么急救方式吗 就是那个 具体的也不清楚 我没听说过 不是我没有操作过 把肚子压到 宝刀切个 都是肚子那配 没有 从来都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网上有个什么什么急救法 把它倒过来吧 好像是 有一种叫海姆立刻急救法 你听说过吗 没有 在我们随机采访的十个人当中 九人表示不知道 一人也仅仅是一知半解 一旦出现呼吸道异物 发生窒息 后果不看设想 下面我们就为您详细演示 海姆立刻急救法的全部动作 海姆立刻急救法施救时 施救者 左腿前弓 右腿后登 让被施救者 坐在 前弓的 左腿上 然后 被施救者 身体略前倾 施救者 双手环抱 被施救者 施救者的 左手握拳 右手 从前方 握于左手手腕 让左手的虎口部 对准被施救者的上腹部 做一个向后 向上的一个冲击动作 对于意识不清 或者无法站立的患者 我们可以把患者 先放平 呈养窝位以后 再行施救 然后 施救者 跪在 被施救者的身体上方 两手交叠 将掌根部 置于被施救者的 肚脐上方 向前 向下方施压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向上冲击动作 要反复操作 直到异物排出 此外 对于溺水的人 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在此 平安365 提示广大电视机前的关注 气到异物 最常见的两大类人群 一个是儿童 一个是老人 对于三岁以上的儿童 喜欢含着一些小物件 例如笔帽 糖果等 一不小心 就可能吸入气管 家长要加强教育 对于三岁以下的孩子 要把家中的小物件 放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尽量不要喂食 坚果类的食物 像桂园 荔枝等食物 要剔除果核后 再给孩子吃 而对于老人 一定要叮嘱在吃药时 不要直接去吸入药粒 要一粒一粒放到嘴里 使带有小的果核的食物 也要剔除果核再吃 只有做到以上这些 才能尽量避免危险的发生 3月27日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迎边大道 路边燃起大火 现场浓烟滚滚 火势凶猛 徐州消防支队特勤一中队接警后 立即赶赴现场 到场后发现 一个活动板房已经被烧毁 板房是工人们的宿舍 消防员在现场迅速做出反应 分别用水枪等消防器具 对火点进行救援 半小时后 大火最终被扑灭 事后据周围居民称 曾有人多次在此处焚烧荒草 平安365提示您 春季风大 勤勿在野外随意焚烧荒草垃圾 火势已经蔓延 后果不堪设想 大火最终被创造成为了 大火最终被创造成为了 小火最终被创造成为了 重症没了 大火最终被创造成为了